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台南市议会第二届第八次定期大会市政总质询于今日结束,而任期仅剩三个多月的代理市长李孟燕,也于最后利用议长赖美会的质询时间发表毕业感言。 李细树就任一年多来在产业、重大建设上的突破,以及水利设施等基础建设代加强更新之处,向市民报告李孟燕先表示正在建设的新集,麻豆和气固工业区,以及捷运、南铁地下化都会是未来发展的基础。 再说国立科学教育体验未来管将落脚于原本东区的小巨蛋预定的,兼至二十几年的暗内堂长也列入前瞻计划发展影视文化园区,下个月初更将进行购物中心进驻台南高铁站的签约仪式,而市府将持续努力推动这些重要建设及投资,不因任期过短而消极不作为。 除了细数重大建设和发展之外,李孟燕也提到上月底的水患,重申未来会因因气候变迁,提升水利设施的保护程度。 面对这段期间众多的吃人路,李涅说,台南有许多三、四十年的老旧湘寒,未来会透过检测步强更新,例如在安平五七重化区中,就发现好几条道路底下的湘寒因泡在海水, 导致钢筋落路,以列入优先改善和处理。